听学行走 文化感悟 听世界 一扬城头 眼见着自己的援军 被秦国士兵包围吃掉 每个人的脸上都是一片死寂 大家都知道 最后的时刻到了 最后只能靠自己了 决一死战就在眼前 不是城下的秦军士兵死 就是自己亡 在以前商鞅变法时曾经规定 镇前后退者杀无赦 而冲锋立功者将加官进爵 这些军规秦军的士兵都是知道的 但是甘茂为将 可能和当初的武器一样 比较爱兵 不忍对镇前出生入死的弟兄们 玩什么军法那一套 当然另外一种可能是 甘茂我也充分意识到 一扬城是一块极难啃的硬骨头 不可能希望一战就攻克 否则动不动就抬出军阀 一扬城没攻下来 自己反而把自己人军阀处置 给杀光了 但是眼下的情况不同了 刚刚吃掉韩国的援军 眼下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很可能就是压垮宜阳城的最后一根稻草了 这个时候不玩命 等韩国人喘过气来 可能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于是甘茂下了死命令 即刻出战 众将士务必勇往直前 奋勇杀敌 胆敢后撤者 死 阵前 甘茂第三次亲自肋骨 秦军士兵黑压压一片 像蚂蚁一样往上冲 前面的士兵被城上的剑羽射倒 后面的士兵仿佛根本就没看见 依然玩命向前冲 攻击从来不停止 除非冲锋的士兵全部被射死 或是最后登上城墙 与韩国士兵肉搏 这种不要命的冲锋非常可怕 因为它震撼人心 面对这样的冲锋 韩国士兵的神经已崩到了极点 甚至有韩国的士兵 抱住冲上墙头的秦军士兵 直接就滚下城墙 双双摔死在阵前 打仗固然是玩命 但是不是说你不要命 打仗就能赢的 天寒地冻 城墙坚固 冲上去的士兵 常常站立不稳 滑倒在敌人的面前 被一涌而上的韩国士兵乱刀砍死 有聪明的将军发现 其实冲上墙头 未必是最好的途径 或许凿开城墙 从城墙的破洞里冲进去 那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但是冲上去的士兵很快就发现 自己手中的武器 碰在城墙上 只敲出了一个白点 天气太冷了 城墙都冻住了 当发现了这一点之后 秦军士兵的心理也承受不住了 原来这一次攻击 根本就是送死啊 于是 原先勇猛的秦军士兵 开始后撤了 不管干冒是喊破了喉咙 还是敲破了战鼓 依然无法阻止 看来想一鼓作气 打赢这一仗 必须出点好点子才行了 甘茂知道 秦国国家规定的赏金标准 应该不够高 所谓重赏之下 必有勇夫 甘茂咬咬牙 决定掏私人腰包 鼓励士兵冲锋 于是 他对士兵宣布说 但凡勇猛冲击者 每人可得股票一张 回到国内 可以凭这张股票 兑换黄金 您还别说 有了物质的刺激 这秦军的士兵 个个变成了秦大锤 秦军组成了镇前赶子队 放下手中的刀剑 扛起了锤子 分次分批的 冲到夷阳城下 冲到城下以后 每个人口里都在喊口号 一 二 三 四 五 一边喊口号 一边抡锤子 数够五下 就迅速撤开 跑到大队后面 领一张股票 接下来 第二波立即跟上 故技重施 继续在城墙上 猛烈的挥动锤子 如此往复 城墙上 开始被砸了一个白点 慢慢的就被砸成了一个小洞 然后这个洞就越砸越大 可当然 一阳城上的寒冰 那也不是傻子观众啊 当他们意识到 秦国人在干什么的时候 就开始不断的往下射箭 扔石头 浇开水 泼滚油 甚至把战死的士兵的尸体 直接往下扔 真是能想到的 全都用上了 可是就是这样 还是无法阻止秦大锤们 一轮一轮 不要命的冲击 终于 城上的洞口被砸开 能容纳几十人一起冲进去了 甘冒见了大喜 一声呼哨 下令冲锋 镇前的秦军士兵 举着盾牌 全部冲了进去 宜阳就此城破 当天晚上 经过一轮惨烈的巷战肉搏 宜阳城 忠告陷落了 宜阳城内 六万多韩国守军 全部被监 我们前面说过 宜阳城原先驻军有十万 加上增援的部队二十万 人数有三十万之中 也就是说 宜阳之战 韩军至少损失三十万精兵 说韩国元气大伤 确实不为过 关于此战 秦军投入的兵力总数是多少 史料没有记载 不得而知 不过 根据毛泽东的兵法心得 歼灭敌人 至少要两倍于敌人 那么我们粗略的估算一下 秦军这一回投入的作战部队 总数应该有六十万 这是一场空邪的大决战 形势对韩国非常不利 更为严重的是 秦军乘胜向北推进 占领黄河之北的五岁地区 大有将韩国国土一分为二之势 就在这个时候 楚国人出来赚便宜了 先前按兵不动的景翠 终于出手了 趁着秦军 韩军两败俱伤的时候 做事要冲击秦军 秦国人害怕了 把上一段时期 在丹阳之战当中 追击齐古人所抢到的 山东的东明 就是竹枣啊 画给了楚国人 贿入景翠 闭上他石斧的臭嘴 反正这块非地 也远离秦国本土 楚国人战了 只能增加和齐国人的矛盾 秦国人损失并不大 而在韩国人看来 其实楚国人 还是最后帮了自己的 毕竟出了兵嘛 于是韩国的相国公众说 借此机会 不惜血本贿赂紧粹 让他继续保持 对秦国人的施压的态势 这一回就轮到楚怀王高兴了 那叫一个爽啊 在战局当中 自己终于玩赢了一把 这真是旷古未有的稀奇事 因为自打自己和秦国人 开始较劲以来 他从来没赢过 赢一把的感觉 那一定是暗爽到内伤的 夷阳之战 是秦国人东径道路上的 重要一战 打赢了这一仗 吃掉了这个硬骨头 秦武王东径的道路上 再也没有阻碍了 周朝首都洛阳 就在眼前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过咱们的话题才刚刚开始 大家最期待的新节目 谢涛有声历史剧 三国到明清 已经正式上线了 用超过四千级的体量 从三国时期的天下三分 一直讲到明清两代 承包未来您十年的历史学习 只需要搜索谢涛 听谢涛 三国到明清 等等等等关键词 或者点击谢涛听世界电台 都能找到 同时我们组建了新节目专辑的VIP社群 在群里我会与大家进行互动 各种福利优惠活动 都会最快在群里告知大家的 请扫码进入我们的VIP群吧 入群的二维码就在本期节目的声音简介当中 可以保存二维码 再在微信上扫码入群 这是最快捷的方法 当然也可以通过手动添加文史小助手 添加时请备注加入VIP群 微信号码是文史这两个字的全拼 W-E-N-S-H-I 后面再加303 加了以后他会拉您入群的 不过你懂的 加的人太多了 所以请务必耐心等待一下 那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在群里等着你了 要不咱们约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上